装子另外也是那篇里边的 有一篇叫大宗师 他就 还有这样的 有这样一个话 装子里面这样的话非常多的 就是人和天作为一个对比 对局来讲很多 他以不以心捐道 这个捐 有的人把这个捐就看成 这是一个笋字 也有人这样解的 说这个不以心捐道 有些讲捐 但是我们现在用那个话 就叫什么 捐戏 不以心捐道 这个捐都可以理解 笋 这个心当然是指人的心 你的心 不以心去损害这个道 不以人铸天 如果说这个是从否定的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说 其实这可以讲是一个护文的关系 就是说不以心 这个伤害 损害也好 抛弃也好 这是一个负面的来讲 这样子来对道 有一个伤害的话 也不以人铸天 不能以人来铸天 这个铸是什么 铸是一个正面 就是天铸 帮铸 增加 是一个正面的 但这个东西好不好 也是不好的 最简单的例子 亚苗铸掌 亚苗铸掌 我是想用这种最简单的话来 解释这个话 亚苗铸掌 亚苗铸掌就是以人铸天 对不对 以人铸天 就是说你损害他 从负面的角度来损害他不好 从正面的角度来 过度的支持他和帮助他 也是不好的 所以天和人之间的分别 应该是以道 以天为主的 所以这个不以人灭天 无以人灭天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而且天人这两个 在庄子里边 是非常之多的 非常重要的一对观念 无以顾灭命 怎么理解这个命 我还是希望 就是说你们愿意的话 可以再去 重新再去看 这个庄子天地篇的那段话 太初有无有无名那段话 那段话里面就可以理解 这个命是什么 是成行之前的 就是在你成行之前的 他说为行者有分 且然无间为之命 这个时候还是什么 还是为行的 要什么 流动而生物 物成生理为之行 就是在成你这个 比如说中人来讲 在你这个成你这个 人行之前 这个命就已经存在了 就已经存在了 所以这个命是一个命定 是前定 这个顾是什么呢 顾的解释非常多 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有人把它解释成这个 激诈 挑诈 有这样一种解释的 那么还有呢 把它就简单解释成这个 是 就事情 这个是当然是琐事 这个是 还有呢 更现代的解释呢 有人就把它解释成这个 故事后天而有的种种的奇性 不管怎么解释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 命之后的 命是现在的 所谓这个 道德命性 道德命都是在成行之前的 性是在成行之后 就是人的本性 人性 是在成行之后 在你内在你自己 那这个就天地篇里面 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不管是怎么解释 这个故 这个故都是在命之后的 都是在这个命之后 在先天的这个命之后的 所以 实际上都是 所谓 如果你要以故 灭命的话 就是拿这个后天的种种 来伤害到你先天 所有的 你本来所具有的 得自于道德 得自于天道的那个东西 所以 无以故灭命 那么 再怎么讲呢 这个命的话 就可以讲是说 它实际上可以讲是要 保守你原来的那个性命 保守你原来的性命 使它不受到损失 不受到损伤 不受到扭曲 因为不要用后天的击诈 后天的事故 这些东西 事故 我们现在讲事故 是讲这个 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 一个事故 不要用后天这些事故 来损伤到你原来的这个性 你现世的性 也是之前 成行之前的那个命 无以得寻明 得是什么 得者得也 得者得也 这个得是哪里 也是跟道相通的 道德 所以所有这个 都是说是什么呢 道德性 道德命性 都不要因为这个 人故名 名当然 名有不同的解释 有的讲是名声 从后面我们可以看 这个名字 怎么来理解 当然最普通的 就有认为 这个是个名声 认为这是个名声 名誉 这个名誉 当然是世俗的种种的东西 当然了 从后边来看 也可以讲是所谓 当时庄主特别讨厌的 那些所谓名辩 名辩之学 名辩之学 这个像 包括像慧师 像龚生龙 这些人 对所谓名辩之学 还特别讨厌 所以这些东西 不要去伤害你先天的这些 天命 得 不要先伤害 所以他下面接着讲了 讲谨守而勿 守什么 非常清楚 就是这个 要命 要天 要命 要得 实际上那个天真 你原来的那个天真的意思 就是说 真正是你保持 你原来的那个天性 天性之真 保持你这个天性的真 这状子里面 其他地方也都有解释 我这里 都有那个阐释 我这里不做特别的发挥了 不做特别的发挥了 就是说 反之真 但是为什么要反之真 反之真就是返回 因为我这个从道 德 命 信 到这里了 那我保 保有所有的这些东西 是要回到什么 这个才真正回到你的本来 保守你的本来 就回到你的本来 反真 反回真 就像我 这个 上次讲到 《修奥游》的时候 讲到那段天地的时候 我用过 用过那个 孟子的那段话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 孟子的话是什么 最讲 敬心 知信 然后知天 因为天 心是动的 性是静的 性是相对的 静的 中国过去讲 性是静的 心性来做 比辅的时候 心是动的 性是静的 还有一个性 比如说 我们现在用词 叫性情 情 使努哀乐 这个 气情 气情六欲 这个所谓的 情就是动的 性是静的 性是相对稳定的 那样一个东西 那样一种秉性 就在那里 所以 孟子讲要 知心 这个静心 然后就可以 知性 然后知天 内在的这个东西 是上天所赋予的 我反求诸子 反省自知 可以通达天地的 大道 那实际上 也是一个反 那这个地方呢 也是守住你原来的 这个本真 守住你原来的 天 命 德 这个东西实际上 也是回到本来 就是反之真 所以 这个 从这里面 其实可以看到 如果用这个天 和人之间的 比较来讲的话 基本就是 要回到这个天 要捐弃这个人 要把人作为这个 人这一面 越来越减少 回到这个天 所以庄子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想法 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心 而这个中心呢 和这个所谓 逍遥游 我上次讲过 逍遥游 那个所谓无极啊 成天地之正 于六七之变 那个无极 人和天道 那个合一 其实是一样 一样的意思 大概我想是这么一个 这里到 就提到了一个中心 所以 秋水如果要讲一个中心的话 是什么 就是这几句话 最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天和人有作区别 然后人和天之间 要以人和天 无以人灭命 那无以人灭天 这个完成之后呢 接着下边 又有很多的段落 这些段落 跟《逍遥游》 达到它中心论点之后 那些段落 其实是差不多 它开始又重新 用种种的这个段落 包括一些预言 来说明这个中心的观点 来说明中心观点 那么 下边有几段 那么多少 跟前面也还是有关的 它这里 首先一段呢 就是讲这个 魁连弦 弦连蛇 蛇连风 风连木 木连心 这个连什么 连 木 项木 觉得那个好了 那个好 连 连是爱 这个 这个魁 魁是 这个魁 大家知道 就是魁一族 中国古代神话里面记载 就是魁一族 只有一个角了 这个 儒家后来 儒家这个解释 讲魁一族 就讲魁 这个贤臣 有一个就够了 这个一族 是这么 这么解释 这 很有意思 这个 魁连弦 这贤是什么 贤是很多角的 百足之虫 那么这个贤呢 又连什么呢 连一个角的 羡慕 一百只角的 一百只角的虫呢 百足之虫呢 又羡慕那个蛇 蛇没有角的 就是游行的 那么这个蛇呢 又羡慕那个风 又那个 高看一眼风 风高看什么 高看木 木高看心 这个到底是个什么 这个可能 庄子也随口乱讲 有很多人也尽力去解释 这是个什么意思 我一开始也想解释 后来想想 没什么意思 上次可能就随口 这么一讲 但是呢 如果要有什么呢 我大概只能抽象 但模糊地这么讲 我觉得是越讲越玄 越讲越玄 这个你每一个 你要落实是指什么 这个很难讲 但它越讲越玄 因为讲到这个风 风是无形的 一开始这个摆足 后来讲没有足 然后后来开始风 风是没有形的 就吹过 你感觉到 然后呢 这个连木 木这个东西 更加没有了 木光 当然我们现在讲 木光可以杀人 这个也是 但是肯定是比风要虚一点 因为风吹到我们身上是知道的 木光 当然你在侧面 正面看我 我是知道的 在背后看我 我可能不一定知道 敏感的人 感觉背后有 有 有目光的 然后木连心 心你就更不知道 心里想什么 你谁知道 就更难 可能就那个 但是大概是这样 那这个关键 其实可能不在这个地方 关键就是说 其实各种不同的 这里举出的各种动物也好 风也好 这些 都有它自己的特性 都有它自己的不同的地方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它们都是有 向外的一个追求 向外的一个肯定 觉得那个好 我喜欢那个 其实就很简单 就是那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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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 法国世人的 生活在别处 最好的东西 都在另外的地方 你所拥有的东西 都是不好的 然后呢 葵就跟弦讲了 无以一足 沉戳而行 沉戳就是跳 因为一只脚目 当然只能跳 跳得走 于无如矣 这个是我没办法 我只能 一个脚目 只能这么跳着 跳了蹦蹦的 金子之时万足 独奈何 你真是厉害 你万只脚 那么多百足之虫 怎么走的 搞不懂 然后弦乐 不然 子不见夫 拓者乎 喷则大者如猪 小者如物 扎而下者 不可胜数也 这个实在是 不是一个很假的 这个 金鱼 动武天机 而不知其所言 它这里提到了一个天机 它讲到了一个天机 你觉得我 你讲一万只脚也好 我这么多脚 我怎么走的 我这是动我天机 所以我也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 我就这么走了 那是这样的 你经常是 你突然问他 他就不行了 是吧 有很多事情 有很多事情是这样 你骑着自行车 人家突然问你 你怎么骑的 都不知道 他说我就这么走了 所以这里提出一个天机 天机是什么 依照这个天机形式 这个就是合乎自然 我就是这么走的 我就这么一个构造 贤为舌月 但是贤当然对这个 对这个魁是 没什么可说的 他好像是比魁高一点 但对蛇呢 他有那个 无以众族行 而不及子之无足何也 我也那么多脚 你脚都没有 怎么回事 蛇就说了 天机之所动 何可一也 他也是讲天机 天机实际上 就是讲这个自然本然 就是讲这个自然本然 这有什么可以那个的呢 他说这个 何可一也 无安用足摘 我要脚干什么 反正我就是这么走的 但是蛇呢 也有羡慕 蛇就对风讲了 于动物 集邪而行 集邪大家知道 集就是脚 邪就是这个部位 那蛇是在地上游的 扭动的往前走 所以他说 我这个动物集邪而行 则有四也 有四也 这个四字 有四有很多人 不同解释 其实也可以 简单就理解说 这个有四 就是说是有形的 我是落形纪的 起码我这个 在上面 在地上 扭动的身躯 往前游动 对吧 这有四也 金子喷喷然 去于北海 喷喷然 入于南海 而是无有 你这个风完全是无形的 从南海 从南吹到北 从北吹到南 河也 风就回答了 他说 这个于彭彭然 起于北海 而入于南海也 然而指我 则胜我 指我 则胜我 则就是用手指来 则我 这个风是吹过来 但是用手一则的话 那当然 这个风 风只能 你讲空气 对不对 我这似乎是很自由的 一则 它当然 风挡不住我 这个 秋我 亦胜我 秋我就是 秋是解释 用就是 挥手 伸脚 这个脚踢 我都挡不住他 但是呢 虽然 夫则大目 非大屋者 唯我能也 这个风大了 不是这个 卷我屋上 三重毛而已 把这个屋子都吹掉了 这东西 只有我能的 故以众不小胜 唯大胜也 唯大胜者 唯大胜者 唯圣人能知 众小不胜 就是你用手指 用手 用脚 我都没有办法阻挡你 你都可以 胜过我 但是你用一手一足 是没有办法 这个 非大屋 没有办法 折大目的 所以 那这里面说明什么呢 实际上 我有位就是说 实际上是各有性状 就是之前 提到的那个话 书记 书气 书性 这都各有不同 那蛇 我当然就是这个 天际 我就在地上 走 风我就是这么吹的 所以这个世界上的 各种各样的事物 就是这样 所以 我这个小胜 在这个小地方 我是 其实也就是说什么 良力可以充成 但不可以自学 就前面讲的 良力可以充成 但是不可以自学 那不同 我这个 手 足 我是打不过 但是我可以折大目 可以 垂打雾 因为讲到这个 动物天机 所以这里提出个天机 所以得出个天机 这个地方 所以相对来讲 肯定的是说 肯定的是这个天字 肯定的是天字 就前面讲 无疑人灭天 它这里肯定是天字 天机 天机对于 天机 所以庄子 它有意思就是这样 它讲起来 它这个道 是一个好像很抽象 很高的一个东西 但是实际上 它落实到每一个 个体 或者每一个物种里边 它实际上是充分尊重 各个不同的 这个类别的特点 那为什么 它的理由就是 你这是你的天性 植物有植物的天性 动物有动物的天性 风有风的性 所以这个 它是这样讲的 所以它这里讲的是一个天机 天机实际上就是 强调天性的问题 那么第二节呢 孔子由于筐 送人为之树渣 而玄歌不错 由于筐 由于筐 这个在筐被围 那孔这里是要说一下 就是说这个 之前的这个 诸解的都已经 唐代那个 这个陈玄英就已经指出来了 讲这个孔呢 其实是这个不对的 这个 不止陈玄英啊 之前就是那个 进了司马彪就指出来了 他说这个 这个为于筐是在卫国 不是在宋国 是卫国啊 所以应该是 为人为之树渣 就把它秘密地围在那里 那这个事情呢 大概是真的有的 真的有的 因为我当时也举了很多的 相关的这个材料 其实不光是庄子本身 庄子这里讲 而且其他的这个 正式的儒家的书里边 包括历史书里边 都有 都有这个事情 而且这个事情的 事由 也有不同的技术 但是这件事情肯定有 他在筐这个地方 被为人围入了 那孔子呢 讲这个玄歌不错 他照样在那 这个我们现在也是一个成语了 不费玄歌啊 但是这一段话呢 我觉得是庄子 到这里为止啊 其实这段话是讲的 庄子 对于孔子的这段刻画 是几段里面讲得非常好的 庄子书里边的孔子形象 是比较复杂的 有的时候就完全是被他 成为他嘲笑 喜笑怒骂的一个对象 但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装孔子的形象 是相当正面的 而且讲的话呢 是景句啊 句句都是极其漂亮啊 值得我们玩味的 他说何夫子之欲也 这个子路就跑进去了 子路 子路跟孔子差不了几岁 差九岁十岁吧 是吧 差不多的啊 那个 那时候讲争论吧 那时候讲过的 人家说这个 就是私下是谁说吧 好像就说 钱中书有一个意见 说孔子最喜欢的弟子是谁 觉得实际上是直渡 他不一定是觉得 盐晖最喜欢的 这个人有的时候 是很那个的 就是你不要以为 这个孔子讲盐晖 是讲得很好的 我有人家问他怎么样 他就讲 我有一个弟子 这个盐晖怎么怎么好 怎么怎么好 可惜现在已经死掉了 好像很那个 盐晖最推崇的 但是他心里面 钱中书觉得 他心里面最喜欢的 可能是子录 因为子录这个人 老是要跟他顶 但是呢 当然对老师 也是忠心耿耿的 非议啊 直接对他老师 这个非议 所以这个子录就跑去了 你那么高兴干嘛 为什么为了 和父子之欲也 孔子说 来 无语如 我告诉你 我慧穷久矣而不免 命也 求通久矣而不得 使也 这个慧穷跟求通 都是一样的 都是讲要通 都不是要穷 这个儒家当然他要入室 入室才能实现他的政治报复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对过去的 有很多一些看法 这是个问题 我们现在这个 讲文学的时候 经常 我们现在讲文学 讲文学史 这个一直说 这个过去的文人 就是喜欢这个叫什么 关心政治啊 这个文学里面 这个政治的成分啊 太多了 道德的成分太多了 这个话 我觉得 当然是对 你站在立场上是对 但站到那个时代 回到那个时代 这是个很荒谬的问题 那个时候一个人 如果他不关心政治 不关心这个社会的话 这个人就是说 这个人还有心肝啊 因为你文人干什么 文人认了字 有了学问是干什么 这是要贡献社会的 这是你身份的一个 基本的界定 你就是要干这个 对不对 他不是在这个学术 他不是说纯粹你做 怎么讲 做艺术或者写两句诗的 这个问题啊 这种人一般来讲 在中国历史上 从来都不是主流啊 真正的一个文人 他就必须在那个时候 规定了你这种人 你就必须是要投身社会 要关心这个政治的人 这个如果不关心呢 就不对 就违法了你基本的这个身份 那说的不好 你就是站着毛坑巴士 你这个人做官 你不做事 这是独职 这个当然文人不是一个职业 对你自己的身份 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现在当然站在 因为是现代分科的基础上吧 在现代这个术有专攻 在现代的角度讲 你文学就应该怎么样 这就是科求那个时候的文人 这个是 我想是绝对没有道理 绝对没有道理 这个 所以儒家他当然就是要入世 就要实现自己政治报复 所以他这里所谓的 慧穷和求通都是一个 就是要求通 就是要试图成就 我只有在仕途的成就上 我才能够施展自己 所以他 但是呢 他说我会穷 而不免 不免什么 不免与穷 就是说我还是不能够通 而是穷 那就是仕途不 走不通了 仕途不畅 求通久矣而不得 求通不得 这意思都一样 就是说我要求通 但是不能成功 所以这个 这个孔子他来怎么解释呢 他的解释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 这是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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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和 石 他说 他说这个是命和石 那么 这两个地方呢 我觉得是需要 讲一下的 就是说 实际上 慧通和 这个慧穷和求通 是一回事情 是那些 孔子这些儒家 或者历代的 世人 文人 都是要追求的一个目标 这是一个常人 这个最基本的一个方 一个方面 这是没有什么可说的 但是呢 当他不成功的时候 实际上大部分是不成功的 能成功的总是少数 那个 不成功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 有的人当然就是怨天尤人 但孔子呢 其实还是很清楚的 他有一个分析 就是用命和石来做分析 就是你要理解 当你不能够这个实现自己 不能够通 而陷于穷的时候 你要知道 实际上是有 人是有限制的 人是有限的 那么他的解释是什么呢 就是用这个命 和石来做解释 石命不济 这个 第一个是 我觉得第一个是石 石是非常重要 石是非常重要 这可以了解的 比如说孔子下面就讲了 当遥顺而天下无穷人 非智得也 当 咒结而天下无通人 非智时也 时事实然 就是当天下是 遥顺这样的圣君的时候 人人都能施展自己 天下无穷人 不是说个个都做大官了 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 能够走通自己的路 这个情况之下呢 他都不是这些人特别聪明 当下结 这个 商纣亡的时候 当这个节奏天下 无通人 非智时也 不是这些人都笨 不是那个时代人都笨 是时事不同 时事不同 所以他有一个 首先他可以用时来 来解释 来解释 这个时运不济 时事 时事是超越一个 个体的愿望之上的 一层 然后 这是 这是一个 一种解释 他了解 这个人是有限的 再强是强不过 这个 一个时的 那么还有一个话 大家就讲了 就是说 这个人强强不过命 命这个东西 我讲的是前定 命实际上是一个 更麻烦的事情 命是更高的一个东西 其实可以讲 是一个大筐子 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 只要你不成功的话 你都可以讲 这是我的命 命的话 别人就没办法讲 因为时事还可以讲 对不对 如果这个事上是 这个人人 十个人里面 八个人混得都很好 你们两个为什么混得不好 那如果十个人里面 八个人都混得不好 那这样 十也 对吧 那没办法 这个 那如果十八个人都混得好 你怎么讲呢 那两个人只能讲 命也 命就没办法了 人各有命 强强有命 所以这个命是更高一点 所以孔子呢 所以他讲十和命 他两方面都提出来 这个是有意的 这个中国过去很多人都是从这个 大底都是从这两点来讲的 大底都是从这两点来讲的 这就是 有意义的